有娃娃咕 高高 早 我娃娃 妙妙 新來的混心黑黑群 很大幾春 很大味 為什麼 很大味 隔夜的一樣 今天呢 達美樂跟畢色客 都同時出了珍珠披薩 有臉出丸出珍珠 入入全臉的厚禪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 一次滿足大家 一次吃兩家 明明就是日本先開始二搞珍珠 然後現在換台灣 他們的風格差異很大 綠色客的看起來很好吃 這個感覺很嘴便 他連好好把他均勻的擺放 他都不願意 但是這個的起司含量感覺比較高 他彈放的比較多 蜂蜜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佐東的焦糖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這個好了 欸 欸 它裡面叫做什麼東西 我把一顆珍珠起來 用珍珠測試吧 它珍珠很不Q 起司跟餅皮都比較好 麵乳啊 讓它變成一種甜點的感覺 很不為和欸 珍珠跟起司真的是搭的 它可以吃某一種鬆餅 非常不難吃 但是我也不會搭 其實也OK 這個就是公司聚會的時候 點了四盒鹹的 然後再點一盒這個 然後最後可能會剩兩片 沒有人要剩 換必勝客 他說它有頂級的西蘭紅茶醬 還有歐洲來的奶蓋 我看應該是這個吧 白白的一條一條 這個好像 我先舔一口 培樂多的味道 到底是什麼東西會變成培樂多啊 這個好軟 它可停的 它有點障礙 嗯 嗯 紅茶味真的蠻重的 它超級珍奶的欸 誇張 來一下珍珠測試 你再Q一點點 雖然它吃起來更像珍珠奶茶 但是我不會覺得它比較好吃 對 會覺得這個還是比較好吃 融合的比較好 就是去喝珍珠奶茶比較適合 但是做成餅的話 這個味道就不大了 結論了 這個我可能沒辦法吃哪一個 但是我可以 好 只有兩個披薩影片可能太空虛了 所以我們就要繼續吃 全家年菜 裡面有兩個品項 是跟味姐包心粉圓聯名 珍珠奶茶包子跟珍珠奶茶披薩 為什麼會是真的黑糖到聯名 一下子啊 先吃包子 它長這樣 三角形的 有一種菜包也是長三角形的 裡面的菜包很多才會用三角形的 對 然後它這個麵皮就是那種黑糖饅頭的香味 好可愛 好可愛 真的是奶茶的現影 我覺得會混一點黑糖 很Q欸 我覺得它的奶茶這樣有點化學感 它這個包心粉圓 為什麼有辦法 冷凍又加熱之後還這麼Q 跟現場的一樣 誇張 我覺得整體是好的 這個麵皮也好吃 困境要給它幾分 接下來這個很奇怪的珍珠奶茶披薩 這根本就不是披薩 小孩子玩家家酒 隨便拚兩個 就說是披薩 就是那種 放大的蘇打扁 對耶 之材也是啊超脆的 而且是那種健康的蘇打扁 真的是蘇打扁 它跟包子不一樣 沒有那個奶茶醬 就是味道比較淡的 因為它卡士達 真的很大顆 珍珠跟剛剛的一樣 包心粉圓 我是不會花錢買這個 等一下要預購 不用不用 沒關係 這錯點要來整阿嬤吧 阿嬤是 啊!好燙喔! 順滴跟生命花可肉 喔!沒開啟喔 但如果它 珍奶包子 放在珍籠裡面賣的話 應該可以嘛 先下班了 希望你再也不要出 什麼珍珠奶茶這高的商品 你會生氣喔 台灣人也會生氣喔 我們現在一起去日本拍齁 挑戰日本人是珍奶 按讚訂閱開一檔 烤吃就能烤100分喔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下班囉 放飯 妳是不是要副包擠去這個螺旋系統 妳到處扒我 妳是寶貝 不是有人說跟周見的更有法式嗎 好